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解BuddleStrap的网格系统 我们知道写一个网页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对网页的内容要有所规划 比如页面的顶部菜单栏 左右两边的分类显示 以及画面中央部分的主要内容显示 和页面底部的页角版权信息等等 其实呢,BuddleStrap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伸缩性非常强的网格系统 利用这个系统,我们可以快速的布局网页的内容 并且能够自动的实现多平台的响应式显示 从而达到一次编码多种客户端完美显示的效果 好,显然少计 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几期展示一下 这个功能强劲的网格系统 另外呢,今天的视频有一个注意点 在上一期视频里面呢 我们采用的是本地参照BuddleStrap文件的方法 那么在这一期呢,我们采用CDN引用的方式 如果对CDN技术不是很了解的朋友 可以提前参照一些相关的文档 我在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 好,让我们马上开始这一期的学习 好,咱们先打开这一期所用到的网页模板文件 在这个文件中呢,咱们开发这次这个网格的例子 首先在开发网格例子之前呢 咱们先看一下页面的上部 咱们会发现这个BuddleStrap的CSS文件 以及下面的BuddleStrap的GS文件 由上一期的本地参照方式变成了服务器的参照方式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BuddleStrap的功能 咱们已经引入进来了 同时呢,咱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不用在本地对BuddleStrap的文件进行管理维护的工作 好,下面咱们马上进入这一期网格例子的开发 在这期的例子中呢 咱们把整个页面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 分别是页头、页中和页角 首先咱们先显示一下页头和页角 来看一下页面具体的显示方式 然后咱们再加入页面的主体内容 系统号有一点慢 好,出来了 咱们看到页头页角和咱们想象的是一样的 接下来咱们再开发页中的部分 接下来咱们开发网页的主体内容部分 BuddleStrap呢 它把整个网页的宽度分成了12列 我们在做网页内容布局设计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告诉BuddleStrap 我们的这一个内容区域占到12列中的几列 比如说现在咱们用到的这个左边条 把它拷贝过来 它占到了12列中的3列 大家看这个地方写了一个3 接下来主体内容部分呢 咱们占到了整个网页宽度12列中的6列 这写了一个6 OK 接下来咱们右边条的部分呢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占到了整个页面布局中的3列 这样3加6加3等于12 OK,没有超过12 咱们看一下网页显示实际的效果 好,出来了 咱们看到左边条大概占页面整个宽度的12分之3 而主体内容呢,12分之6,1分之1的部分 然后呢,右边条大概是3分之3的这样一个比例 OK 接下来咱们调整一下页面的占用比例 再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咱们把右边条变成12分之2 把中间内容变成12分之7 这样加在一起呢 还是没有超过12 OK 再看一下调整后的结果 OK,页面已经出来了 咱们看到右边条呢 比刚才略有收窄 大概占页面总体宽度的12分之2 而中间内容呢 也比刚才略有加宽 OK 好,接下来咱们为页面的两边加上一个余白 BuddleStrap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样式 叫做Container 利用Container这个属性呢 BuddleStrap会为咱们自动去计算两边余白的宽度 咱们把这个属性加到DAV的tab之中 OK 内容也加到Container之中 把内容的这个地方放过来 然后对齐代码 页角部分 咱们也加上Container的属性 然后 Container 然后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显示效果 好 出来了 咱们看到 BuddleStrap已经被咱们自动计算了余白的宽度 非常的简单 好 大概现在页面的布局部分呢 就算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 咱们应该就是说对页面各个内容区域呢 进行咱们实际的编码操作了 OK 页面布局的工作呢 就算是大体完成了 咱们今天的sample也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